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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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串世羅 好很久沒有教 上那個 傳那個教學影片上來 對 不過 之後我再看 因為我正在 想一些 辦法優化一下 我的頻道 好 那廢話不多說 今天我要交的 Event 應該算最後一篇了 對 那我有 Any Damage 跟Point Damage 還有這個 Radio Damage 這三個東西 我先暫時補腳 因為 這是 傷害值 所以要 要做很多什麼 近戰武器 什麼掃射武器 這一種 這個 可是我先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其實我在做傷害值的時候 我其實很少 用他們 預設這個 我是另外去寫傷害值 那大家應該也都 看我教學應該也都知道我傷害值大概是怎麼寫 對 就一個碰撞器 然後 撞到在那個 好那這三個是他預設的傷害值 Any Damage就是任何傷害 就是任何傷害 我就先跟大家講就好了 那 他這邊有給範例 這是你的Health 你的生命嗎 然後他Damage 去減 然後假如你是 水的話 這就是像你在溺水的時候 會控你的生命值這樣子 好那另外一個Point Damage 他應用在那個 類似 假如你的子彈是打到頭 一擊必殺 然後打到手 只要扣10D 打到身體扣40D 這樣子 對他應用差不多像 就是點的傷害 好那他這邊有一個範例 點開來看一下 對一樣他一般Point Damage 就是你的 他假如打到你的頭 對他假如打到你的頭 然後你的Damage 行別 這樣子 然後你直接生命就沒有 最後一個是 反射性的傷害 這個老實講我還沒用過 所以暫時就先 一樣啊就是 這是他的傷害性別吧 然後這個是他範圍跟強度 應該吧 那個英文要查一下我查一下喔 RA OK OK那等我一下就好 對他半徑 這英文發音叫半徑 那反正條越大 你的半徑就越大 然後這個是 Ultrium就是你的傷害 反正你就各位可以想 你的三維空間嗎 就是你遊戲場景裡面的那三維空間 然後他英文原名應該是叫那個 起源啊 起源啊 那 這假如是用在城市裡面的話 應該就是 來源 反正你就想原始方向 對 原始的那個點 就OK了 好 那接下來這些 這些 就暫時我都不會教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類似那個 滑過去 像你的 滑鼠 滑到那邊 然後會出出現什麼東西 對 啊 我的 UI 界面是 教 那個 威脅的嗎 對 所以呢 這大概講一下就好 像這個是 自己畫一個 那個 HUD 對 其實就是畫一個 資訊出來啊 像那界面資訊 好這個東西 其實我畫好幾次 有時候都沒成功 所以我就暫時 也不教 所以就 我暫時 都是 這一步 最後一步嘛 我就教 到 這個 自定的 事件 然後事件的話 對 我大概基本的 關卡的那些都教過 像這個 End Overlap 還有 Overlap Begin 跟End Hit 對 還有這兩個 Destroyed 跟Tick 我都交惡 對 那基本上 Level Reset 也交惡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 運行一個 最基本的關卡 那接下來 像這個 Damage的話 這是要牽扯到 跟敵人做互動 對 那在小教學的話 我沒有會做這麼多 以後 大概做一個 再做一個 大專案 也不是大專案 就像我一開始做 迷宮遊戲 然後後面做 橫向卷軸啊 那兩個不是都做完 對 那接下來 就可能會挑戰難一點 那可能就會 應用到這些東西 不過老實講 這些東西 我也沒在用 對 所以 要教的話 我就再 再重新摸摸看 啊 要跟各位講一個消息 就是 我可能還是會 跑回去 稍微學一下 用的體 跟 寫程式 所以呢 出影片的速度 可能就真的會降下來很多 好 那另外 那我今天就叫這個 自訂事件 好 那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來 好 那這很簡單 我們可以直接在那個 角色 我們直接進角色 其實基本上 自訂事件你就打 ad custom event 好 這邊可以 隨便打說 哦 觸發特效 其實各位 用久之後就會 覺得 欸 我的好像都在用一樣的東西 對啊 我就是都用一樣的東西 也是稍微 有些東西是不一樣的 好 那這個 觸發特效 我們就 給他 span amator and location 對 好 這邊 是給 給我們 我們身體的 座標 用 我看一下 這個 這個 好 ok 不好意思 這咳嗽真的困擾我蠻久的 好 那我們穿一個 saki 出來 saki 各位就想一下就是他的 類似口袋就好 也不要說口袋 反正就是 可以在 骨架上面 骨架上面 建個墊 建個墊 然後上面可以放東西 很爛的東西 對 我很想選手 那邊 有膠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就做一個簡單武器那邊 好 那我們選一個地方 這邊加個saki 可以 特效 好 那 這個東西 對 我們大概 就算完成了 就我們觸發特效之後 他這邊 就會去 把他的特效叫出來 欸不對 我要給他名字 這叫特效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要怎麼觸發呢 對 我們按play 對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那 很簡單 因為這只是一個事件 我們沒 你可以把它想 想一下 我們把這邊 按那個 collapse node 對我們直接把這邊 然後觸發特效 好 那有有 那我就打 發動 特效 好就這樣 好到時候藍圖 我們做一個事情 假如這邊 假如發射子彈的話 或是要幹嘛之類的 對 他就會到這邊 這是我們的 input 輸入值 這邊都是我們的輸入值 好 你可以去輸出 不過 輸出這個我也蠻少用 通常因為這個圖像畫 你就一直連著箭頭 然後再 然後之後再連回來 都都可以 反正就是 非常的 然後 看的 也其實也不好理解 喔 當初好像也想很久 對 可是你假如這邊 這個 按輸出值 對 這邊 output 就輸出值 然後我們 來這邊 上一頁 對 那我們這邊一樣 就可以再去輸出 喔 對 我們 把它 cast node 對 我們把整個那個 特效 就我這個事件 整個特效 包到一個 類似這種小節點 然後點開 這邊就是你 內部的功能 就是你內部 包起來的功能 然後之後還可以去輸出 好 這大家稍微學一下 這就是你的 自訂的事件 對 這邊就是我自訂的事件 好 選一個爆炸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呼叫他 其實就很簡單啊 我們來一個 按鍵 咳 我 窒ôm 那麼我們要釣用它 我們就是 call 打call 然後這邊有一個call function 對 叫個 進來 那我們的 就是這個 觸發特效 他這邊就有啊 對 這是我們的事件 好 那我們按下G的話 我們就會去觸發這個東西 那我們點兩下這個 他就會跑到這邊啦 這是我們自訂的事件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吧 按下G OK 那我們的Saki上面 我們就可以去 呼叫爆炸特效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方法 只要你到他的動作藍圖 動作藍圖在哪 然後這邊 好 這邊就是我們動作藍圖會編的程式 然後我們這邊去Cast圖我們的角色 然後我們這邊去Cast圖我們的角色 去抓我們的角色 OK 那我們這邊一樣可以去呼叫 對 這邊動作藍圖 不過這邊 這邊 我想一下喔 去我們的 動作 Jump End 這邊加一個Notify 特效 特效 好 存一下 咳咳咳 然後把我的Notify 加進來 然後我們這邊 再Call我們Function進來 Call 把我們的觸發特效 叫進來 然後我們 剛才加的Notify 就我們跳躍嘛 End End 所以他著地的時候 我們手臂也會爆炸 好來試一下吧 著地 手勢都沒發生 好吧 我想一下喔 咳咳 對啊 怎麼會沒發生呢 特效 還是我用另外一個 用這個 特效 咳咳咳 那為什麼跳起來沒有 還是他 咳咳 他的End 哦 他是從高處在往下跳 那 對這 這個 看起來有點白癡 呃 這邊加一下 跳跳躍的時候沒有 跑步的時候可以 那應該是 一些 一些特定的東西啊 因為他的Jump 要這樣跑過去 對 那單純在我動畫這邊加 可能會出一點小問題 不過沒關係 那大家就可以先 假如是這種單獨的動作 這種Run 對他沒有跑的話 他只跑這個動畫的話 這邊你可以加你要的Notify 可以把他想成 一個 這個動作 跑到這邊 需要加的事件 這樣子就好 然後再回去你的動作藍圖編輯 對 去編輯你的程式嘛 然後這邊 抓我們角色 然後在我們 跑步到我們剛才抓的那個 那個事件裡面 回去觸發我們的特效 那這點兩下一樣 就會開開到我們 的角色身上 對 那是不是很簡單呢 那大家 這個一定要學起來 因為 寫程式嘛 你最後永遠不會去抄別人 那不會抄別人的話 你的事件很多 為了你方便工作的時候 你就會去自訂你自己的事件 對 這一定 一定要的 這你自己自訂的事件 就 你之後會 比較好拿來用 假如是團隊合作的話 就 要 對 寫清楚就好 好 好 那 我的 藍圖節點 今天這個就是事件的最後一步喔 那 之後的話 之後的教學 我會看 找時間吧 我看要做哪部分出來 我之前是說 變量教完 然後節點是慢慢更新 然後之後教一些材質球啊 場景跟 UI介面 就單獨的 對 我還在思考 因為 所以 那之後再說 因為 未來師也很多變故 好 那我是 算是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會喔 希望大家都可以 繼續對遊戲 保持熱情 對 就 就算 沒人用我 我也在繼續保持熱情 所以 雖然有點 有點累啊 不過 不過 現在想想也還好 對 那 我的事件大概交到這邊 那 大家應該 靠這些事件 其實已經可以完成一個小遊戲 對 那 假如有時候 你們有些作品的話 假如想分享給別人看的話 也可以分享給我 好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再會喔 各位 掰掰 我們 請來了 您 請